台大谢成军配对亮哲 首阵BL一游未尽 修曝亲密互动 直接来 徐凯 林玉彤 宋伟恩 亮哲 谢成军 江点和陈伯文等人 15日出席BL剧集奇迹记者会 其中谢成军对于首次演出BL剧感到相当兴奋 和亮哲虽然没有太多亲密互动 但有小小牵手 谢成军表示 太熟悉了 也不需要培养感情 可以直接来 也表示 这次算是客串演出 希望未来有机会一定会想尝试BL题材 直呼 意犹未尽 谢成军和亮哲距离有微微BL情节 不过两人认识多年 所以完全不需要另外培养感情 谢成军还透露 亮哲距离必须裸出上身 因此拍摄期间压力很大 长达一个半月再做168段时 至于从好友变成有些暧昧的关系 相处是否需要调整 谢成军秒回 完全不用 亮哲则爆亮 谢成军平常就爱放电 男生看到宰哥也容易被电到 我是被他电习惯了 所以上戏就还好 结果谢成军秒回 我又不是伟恩 谢成军表示 过去因为没接过BLG角色 这次只有客串几场 觉得意犹未尽 还许愿希望下次可以换个对象 亮哲也说 喜欢新鲜货 被问到在场哪一味鲜肉 就符合新鲜货类型 谢成军思考后选了宋伟恩 结果又被窥宋伟恩已经不新鲜了 谢成军解释宋伟恩 跟你亮哲比新鲜啊 我跟亮哲太熟悉了 所以不需要培养感情 可以直接来 跟不同队系演员会有不一样火花 另外 谢成军表示 亲密互动的桥段都交给仙肉们 其中主CP徐凯和林玉彤 在预告中出现跨坐在一块 大尺度的亲密互动戏 而两人现实生活中差了快一十岁 徐凯透露 合作时的确发现沟通会有些隔阂 但经过合宿相处 睡前一起在床上深聊后 渐渐发现林玉彤是个对演戏很有企图心的人 而宋伟恩这次难得饰演黑道反派 除了眼神超杀 还有许多打斗的动作戏 他分享 上清那场戏拍到半夜 原先是设定要拿刀筒躺在地上的徐凯 没想到拍摄过程 发现刀子不进了 只能先喊卡 才知道刀子早已被甩到徐凯喉咙的位置 徐凯表示 心脏真的停一拍 那刀是有磨盾的 但当下还是傻眼 如果不小心是刀锋打到 宋伟恩戏里面就成功了 宋伟恩也补充说 真的发生很多奇迹 感谢您收看Mou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